Hello 不機道 阿州有一個地方 關水 關污染 關環境 總之關任何這些事情 他們緊張到離譜 真是離譜 即使換句話說是重視程度高到 是非常高 派對放得很高 新加坡 新加坡的南大科學家 一個新發明 用冷卻 噴霧冷卻的方法系統 是減低了數據中心 減了26%的能源 成本效應 和減去的碳速值 真的 是不是有貢獻呢 有的 不過我告訴大家 以前很簡單 大部分人都玩過 如果你玩手機 CPU上面有一個銀色的物體 叫做氣聲 減低它的溫度 令我們不要過熱 如果你玩一些高的 高解像度的 Graphic Card 它叫做GPU 有的CPU是控制這些 又是一個很大的 打動放的 那個都是銀色的 但是現在呢 大部分的Data Center 都是用這些方法 加很多風扇 就是這樣就抽了 但是問題 新加坡已經不是這樣做了 有一個新的發明 跟大家分享一下 南陽 這個理工大學的 一組的研究人員 發表了噴霧式冷卻系統 的研究成果 不僅能夠改善數據中心 服務去的冷卻速度 預計 也可以減少了26%的能源成本和炭速值 這個真是偉大貢獻了 新加坡數據中心的能源消耗 是高達全國總容量 用電的7% 所以新加坡科研人員 對這個發明 真的提高了很多效益 他發明了一種叫噴霧式冷卻系統 能使到數據中心 加速降溫 並提升這個運作 這個效能 這個項目 目前其實是由這個 國立研究基金支付 並通過南大創意 和企業之間的融合 在去年7月已經申請到專利了 黃德能和他的團隊 將尋求與CPU生產商等行業的合作 研發一個更大的系統 為能夠整合 這個很重要 實現新加坡在2050年 靜靈排放的目標 盡最大的努力 CPU上蒸發的水氣 會被冷卻 營固了 收集 變成這個密封式 循環再重 變成這個水 然後在自然溫度下 大約30度左右 重新形成這個液體 匯漏到系統 重新使用 冷卻 這個噴霧冷卻的過程 無需損耗大量電能 需要的空間 亦都比以前 安裝風扇的數據中心 少了30% 便是便宜 正快 還有減少地方 便可以蓋多些 此外 噴霧式冷卻系統 還可以給空氣冷卻系統 帶來更多熱量 在相同的運行速度下 空氣冷卻系統 可把CPU的溫度 降到62摄氏度 而這個噴霧式 可以減到55摄氏度 這意味著CPU 可以不受溫度影響 從而變得更快 走得更遠 即是說 你不怕它過熱 帶領著這個研究團隊的 南大機械和航天工程學院的副教授 黃德能說 人們對於雲計算 現在的需求每年增加15% 15% 所以很重要 服務器更高速的運算 將導致機箱的溫度不斷上升 因此數據中心 必須採用更高效 節能的冷卻系統 就不是不斷加大風扇 因為可能很多時間都會呈現過熱 他們研究的 冷卻 這個氣霧冷卻 噴霧冷卻系統 靈感很簡單 如果著火 我們應該把這個滅火器 對著這個 瞄準著 噴霧冷卻系統 而不是對著周圍的火焰 因為這樣 火的源頭 才可以撲遮 所以不會繼續燃燒 而噴霧式冷卻的原理 就是這麼簡單 而要對付 CPU發熱 快速的增加 這個項目 由國立研究基金 去支持 所以 黃德能教授 將會和不同世界的工廠 當然是甚麼工廠 CPU的工廠 你看到那些 data center 有一棟棟 server 以前加了很多 很多風扇 不同層組都有風扇 尤其現在的CPU 搞到像刀片一樣 散熱的情況 很複雜 現在有方法 就是噴霧式冷卻系統 一邊噴 一邊加熱 減 減回去又會變回水 又再來 所以這個效益 就稱之為真真正正的能源效益 新加坡在這方面的研究 確實比其他 向前很多 和先進很多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不機道